各位亲爱的师兄师姐大家好 正言上人中秋开释心得分享 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 首先祝贺大家中秋节快乐 农历八月旺诞 金色拜金之后 上人照例出来开释 上人今天的开释内容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 非常的有感 所以就将我的笔记 写成三十句的心得 用这个记的形式把它写出来 我先念一遍跟大家来分享 时光异势又月圆 中秋明月特别圆 月月都有月圆时 秋高气爽得天死 人心成就中秋节 时时要把心顾好 修行就是要修心 心性圆农 无无名 明月清空 智在天 自己乌云 遮望也 人生地球 得人生 难能可贵 要珍惜 好好修行 在人间 世间苦乐 乃参半 有福有乐 有烦恼 佛陀教导 解脱法 去除无名 显自性 了解无常 习分秒 初一食物 每月同 时间定律 无偏差 老佛陀法 当用心 不容丝毫 有差错 调整行为 当用心 精涩共修 习因缘 修心养性 正行为 正确表达 最重要 行为圆满 真用心 心缘 能缘 天地缘 把握生命 习时间 福慧双修 在人间 这是上人 对我们 对弟子的 其勉 还有祝福 像今天 中秋节 是月圆的时候 所以上人 祝福我们 心缘 能缘 天地缘 我们要做到 行为圆满 才是真正的用心 要做到 心缘 能缘 天地缘 不容易 我们知道 能缘 四缘 礼缘 一切都要圆满 人生就是要 追求这样的圆满 这是人的期望 那你要做到这样 来保卧时间 保卧因缘 是不是这样 珍惜生命 所以我先保卧生命 习时间 时间很重要 珍惜分秒 福慧双修 在人间 最后要修福 也要修慧 哪边 人间哪边 有苦难的众生 菩萨就要现身在那里 这个修福修慧 你去造福人间 那屏障要文法 能够修慧 这是上人的这个 祈勉跟祝福 我把这几句 简单 我的体会 分享一下 时光意识 又月圆 上人每次开始 都从时光意识 开始讲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修行 如果你不珍惜时间 他还修什么行 那上人看到 月亮圆呢 就借题发挥 从这里来开释 月亮其实 每个月都会有圆的时候 那大家都说 中秋月特别圆 是这样吗 其实不是这样 不见得 上人说 这是有天文地理 的因素的影响 更重要是人心 人的心态 大家觉得 这个秋高气爽 气候一人 这时候赏月特别好 久而久之 形成一个风气 一个习俗 就形成了中秋节 所以中秋节是 因为人的心态 当然搭配这些 天时地利 天文地理的因素 形成的 那讲到这里 上人就 你看 他看到月亮 想到什么 想到心 想到中秋节 想到心 因为中秋节 这些东西 都是人心造成的 万法为心造 所以修行要干嘛 把心顾好 修行就是要修行 那修行要修到什么程度 修到心性圆龙 我今天对心性圆龙 这四个字 印象特别深刻 因为今天刚好也是中秋节 我们要追求 月圆 人团圆 那也要追求 心性的圆龙 这多重要 那这个就是要把 无名都去除 各种的 见货失货 成杀货 各种的烦恼 无名都去除 你心性就有圆龙了 那我们不只有文法 有陆群杜众 这样心性就有圆龙了 那上文刚才不是借题发挥 借题发挥里面 他就用月亮来形容我们的自信 因为以前我听过一句话叫 这个月亮 它是自信皎洁 你看这个月亮 它如此的这个圆满 清空上的月亮 如此的这个明亮 它就很像我们亲近的自信一样 那上文就说 那月亮为什么有时候会被乌云遮住 乌云其实是大气层上面的云而已 那地球公转自转 转转转转 刚刚转一转 这时候各种天气条件 乌云就遮住了月亮 其实你到虚空上去看 一看月亮挂在这个虚空中 它是很自在的 所以我写明夜清空自在天 它是如此自在 它就按照轨道这边转 很自在啊 自信皎决 很明亮 很圆满啊 是不是这样 所以乌云是代表什么 乌云是代表自己的烦恼 这些烦恼把我们遮住了 遮住你的眼睛 遮住你的心 遮住你的清静的自信 所以我们修行要赶快把这些去除掉 第二段上人提到 能生地球 得人生 难能可贵 要珍惜 知道说 人生难得即以得 佛法难闻即以闻 名师难遇即以议 那我们今天又说在生在人间 在这个娑婆世界 娑婆世界其实因为什么 因为有 沉住坏空啊 有生住易灭啊 人有生老病死啊 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什么 苦难 会有很多的烦恼跟苦难 那有福有乐 有烦恼啊 那苦难 苦乐参半 上人说苦乐参半 其实对很多人来讲 特别是没有智慧的 没有修行的人 他苦还是比较多 苦比较多 那 那怎么办呢 这时候佛陀 他就出现一世 佛陀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一世 来回娑婆 因为他不舍众生啊 这个不能众生受苦难 所以他来娑婆教导我们什么 解脱的大法 这个真实大法 叫我们行菩萨道 然后 能够怎么样去 入群度众 怎么先去除自己的 这个烦恼无敏 这样 我们的正如本性就会显现 所以 我们要很感恩 有佛陀的这个法 那我们就要 好好来依教奉行 那依教奉行 最重要的是什么 一样 上来又回到 要珍惜分秒 因为你休息 在我们这个空间 这一段 好像在讲 我们在这个空间 休息 可是你 一样 不要忘了 这个 时间 还有无常的因素 一直都是存在的 所以上长今天特别强调 那个时间定律 初一十五 每个月都会有啊 那这个 上长说 有时候我们这个 差一分一秒都不可以 有时候差一秒 我们都要论秒 对不对 科学家觉得 差一秒不行 要论秒 要校正 等等 所以这时间定律 无偏差 很重要 我们修行也是这样 要没有偏差 要珍惜时间 最后上来用 绕佛绕法 这边做例子 来 绕佛绕法当用心 因为人与人之间 你看绕佛绕法 我们一群人 在绕佛绕法 你左脚右脚 前脚后脚 你只要有一脚 没有用心 踩错了 这个就乱了 甚至会踩到别人 是不是这样 所以绕佛绕法 当用心 指什么 内人之间的互动 你要用心 那其实是什么 自己也要用心 调整行为 当用心 修行就是什么 修心 养性 端正行为 调整 调整自己的行为 调整自己不好的习气 那上面借这个机会 提醒我们说 地球上这么多人 能够修行的 有多少人呢 能够在 金色修行的 又有多少人呢 因为上人是对着 金色的地址开示 你看我们能够 做慈祭的 又有多少人 所以要珍惜 这样的因缘 珍惜跟上人的因缘 珍惜我们一起 共修的因缘 这样 所以修心 养性 端正行为 都很重要 那修行好了以后 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展现出来的 所以上来讲 正确表达最重要 我们要表达出来 因为所有的行为 你表达出来以后 人家才感受得到 所以不是你心中想的 你爱一个人 你要表达出来 要用说的 用做的 那你要去帮助他 或是去安慰他 抚慰他 赞叹他 所以行为圆满 才是真正的用心 我们不是要做到 心缘 人缘 天地缘吗 在这页缘的时候 能够做到 心缘 人缘 天地缘 这个感觉多棒啊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 把握生命 珍惜时间 福慧 双修 载人间 这上人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要把它收下来 那这个是上人 今天的开示 我觉得我非常的喜欢 那很快地帮大家复习 还有讲重点 刚好我分成三十句 三段 就是时间 我们看到空间 还有人间 我们时间很快带一下 上人你看 时光意识又越远 是不是在讲时间 那可是时间的背后 上人看到大自然界的什么 的中秋节的月亮 可是他看到这个大自然 我们知道圆绝 生文圆绝的圆绝 圆绝他可以得自然字 他有时候透过大自然 可以悟到很多的道理 这些那看到月亮 上人想到什么 想到自己 想到中秋节 也想到自己 所以我们要修心 修心最重要 所以这一段在讲时间 那我们在这个 看到不管 中秋节也好了 月亮也好 你有没有想到自己 像月亮一样自信巧节呢 要把心顾好 那第二段在讲空间 可是空间 你看我们地球现在四大不条 空间的问题越来越多了 又有沉住坏空 生住一面 人也有生老病死 所以烦恼不断 那这个解脱之道 我们是不是要赶快去珍惜 还有佛陀有教导我们 可是我们要文法 要去除无名 把自信显现 这很重要 记住 虽然在空间里面 可是所有的事业 事业 家业 什么业 都是在时间中成就 所以时间定律 一定要掌握好 才能够得解脱 得自在 最后人间 成佛在人间 菩萨在人间 成佛也在人间 人间就是好修行 那怎么修呢 一定要浮会双修 修到圆满 那记住 修掉自己的习气 端正自己的行为 正确地表达 才会做到这个 心缘 人缘 天地缘 时间空间 内人之间 这三间 是修行的密码 这以前就讲过了 大家好好把 上人的开示 每一集 每一集 每天的人间菩提 每天的 近诗成语 这些都要用心去看 那 活在当下 把握时间 在人间 做个人间菩萨 好好珍惜 跟上人的姻缘 在人间 说破世界的 这个姻缘 要把握 好 感恩大家 祝福大家都能够 福慧双修 做到 人缘 事缘 理缘 一切 皆圆满 心性圆龙 感恩大家 感恩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